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拜訪一位新北市最漂亮的議員 聽說他有個逆天的長腿到底有多長呢 忙到連小朋友的名字都要用網路票選 我們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我們終於見到了漂亮寶貝議員 哈囉 我是新北市議員江宜珍 來請教議員 到底為什麼連小朋友的名字都要忙到網路票選 為什麼呢 當初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我現在的工作名義代表是由人民選出來的 那時候就很苦惱啊 就是想說小朋友的名字該怎麼辦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是先到讀書館去借了很多的書 那我們把書帶回來之後呢 就是自己先就是排了八字 不只自己排了八字 我們不是只拿筆算 我老公因為是科技人 所以他還就是寫了一個程式 用大數據的方式選出了幾個名字 但選出了幾個名字 然後徵詢周遭的親朋好友的意見 之後想說 欸不對 我們應該可以集結大家的智慧 因為我們都記得小時候啊 有時候名字取得的時候 會有一些諧音 然後可能會被取消 我們也害怕自己小孩子 就雖然說自己父母滿滿的期望 覺得是一個好的寓意 但害怕他有一個不好的諧音 所以我們就放上網路 讓大家去票選看看說 欸哪一個名字最好 欸果然大家留言 其實非常踴躍喔 而且會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意見 想說欸台語唸起來怎麼樣 甚至還有人取說 欸英文的名字可以 因為中文的名字取怎樣的英文名字 所以我覺得 欸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將來呢 甚至於連取名字有問題的時候 我都可以來請議員這邊做協助喔 我可以提供這樣的程式 讓大家來算算看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測量議員的逆天長腿看看 為什麼有漂亮寶貝這個稱號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封號 真的很不好意思 而且我才長後七個月而已 哇天啊 大家不要太嚴格 108公分 166公分的身高 竟然有108公分的逆天長腿 測量完議員的逆天長腿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來請議員跟我們談一下 比較關心到民生的問題 因為很多媽媽可能想要生小孩了 也想要知道更多的福利 那我發現新北市有幾個比較獨特的地方 跟其他縣市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你去做戶口登記的時候 他還會送你一個新生兒的一個閱讀禮帶 那所以他會有好幾本繪本就是免費提供給你 我覺得這是對新手爸媽們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那再來呢就是你寶寶出生之後一定要有人帶嘛 除了傳統的可能給家人帶啊 或者是給保姆 那新北市還有就是數量最多的公共托育中心 那另外一個方面呢 我是發現新北市有非常多的公園跟親子館 那你的寶寶就是開始學走路 那甚至要跑跑跳跳的時候 你如果一直在家裡有時候還會吵到樓下 樓下會來按門抗議 天氣好的時候你帶到公園 我們新北市推動了非常多的公園 那這些親子館也是有經過一些消毒啊清潔 那甚至有一些課程 你就可以讓他去上這些課程 或是玩這些就是所謂的桌遊啊 一些簡單的教具玩具 其實小朋友就發洩體力 發洩體力之後回家好好的睡覺 那就是對爸媽最大的狀況 那這接下來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也要 加油加油加油 等一下呢我們來真心化大考驗 議員有兩個可愛的小孩 所以我們來測看看呢 議員到底有沒有偏心 好 所以兩個這麼可愛的小孩 你有沒有偏心呢 當然沒有啊 居然有好可怕喔 下一個問題就是 聽說議員都是在選舉的時候生寶寶的 那這次還要不要再生一個妹妹呢 嗯應該是沒有 沒有啊 暫時我們就是可樂都選舉人 沒錯 最後呢 去關注議員呢 也請到議員的粉絲團 分享 按讚 還有關注議員 還有關心 以小哥哥也到我的原地呢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您 謝謝 掰掰